2023年,我一定要買一台錄影機 大家晚安,這裡是TDWG 2023年的現在呢,也進入到了9月了 隨著我們頻道的經營 也到了一年的這個期間 我想是時候天工一台錄影機來使用 那今天討論的呢,都是針對錄影 拍照的功能就不列入在考慮範圍裡面 考量的機械從Canon的R62手、R62 還有R7全新 這三台有並入選擇 而Sony的部分有A7C1 A73 A74 以及上位推出的A7C2 以及FX30、A6700 還有DV-E1 我會這樣去比較呢 主要是因為把這個金額控制在7萬塊以下 我剛列的這一些 有些是二手的 有些是全新的 那這個入手價基本上都會在7萬的以下 因為我是認為 超過7萬以上的話 投入的資本就過大 而且不一定那樣的器材會適合我 以及我會不會使用 那都是另外的一些課題 所以把這個金額控制在7萬 這就是一個絕對值 所以篩選出這些器材 有些網友會說 為什麼我們有把Nikon的並入 先聲明 以前我在單版的年代 我都是用Canon跟Nikon的 那這次在錄影這個領域 我沒有選擇 Nikon它是因為 Sony跟Canon都有專研在電影機的這個領域裡面 那Nikon它沒有 雖然我知道D-Bus很優秀的機器 可是它超過我們的預算了 所以實在沒有辦法把它並入 那像D7II、D6II 我也是直接就給它PASS了 不電路考慮 所以就是投過這樣的原因 才篩選出Canon跟Sony做我的選擇 那首先我們逐一把一些我需要的條件 跟大家說 第一就是 我們是拍跳舞頻道為主的 所以我最大的需求就是 4K60幀 它不可以裁切的 那首先光這一條定律 很多機子可能就淘汰掉了 像A7C1 它只有4K30幀 它連60幀都沒有 那A7C4 它有4K60幀 但是要裁切 所以被我太除了 那我本來是最期待的是 那個A7C2 我本來會買它 那這陣子它的規格也出現了 對不對 大家也看到了 Sony的刀法就是這麼厲害 4K60幀 還是跟A7C4一樣 還是裁切啊 我只能說 索尼 從這台A7C柱 這是一個 Gabbage Oh God Please No No 第二個訴求 就是 我都是在戶外拍攝 而且是長時間 而且還必須 機身才會曬到太陽 所以對於這個耐熱性質 長時間拍攝 不可以過熱這個條件 我也是需要一定的比重 所以我把它擺在我的第二項需求裡面 我有認識拍攝同領域的 他是最近有拿到A6700 但我有詢問他意見 他說還是會過熱 所以這讓我有一點擔心 不然A6700本來是有併入到購物車的選項之一的 但是因為他之前說我不用幫我忙的 也還是在選擇領域裡面 但就是說 沒有說一定就是可能買A6700 那我本來對R7 CANONE這台相機很有興趣 他是RF接口的 雖然他是半幅的 可是他價位大概在5萬以下 不含鏡頭的話 所以我也曾經想說我會是買他 但是我後來想到一些事就是說 他們CANONE RF接口的APS-C的鏡頭 現在只有兩顆 我認為實在是太少了 他沒有辦法滿足於我拍攝的環境 而且他也沒有恆定 他目前出的那兩顆 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可以就是說 R7這個機身我是認可的 但是他沒有滿足於我的需求的鏡頭群 所以在R7這個部分呢 我會給他PASS掉 那像R6 我有本身有朋友他用R6 他有跟我說他那個錄影 非常容易過熱 就是幅度很短 那就要休息一陣子 這也讓我很擔心 所以R6II曾經是我 這一些選項裡面 最上限超過一點點的選擇 那講的這麼多 很多台都被太除掉了 像4K60幀裁切的 我也要太除 容易過熱太除 RF接口的鏡頭 APC的太少 R7我也要太除 最後我收了這麼多 我還是必須得買台相機 各位 那最後呢 我的答案就是 登登登登 就是 這一台 來 我不知道這樣拍 因為是手機拍 他可能沒有辦法拍得很清楚 我最後是買了Sony的FX30 那我會說明一下我 剛剛以上說的這些條件 那我還要一起選 最後選擇他的關鍵 我買FX30 就是不同我說的 我就兩大需求 E 4K60幀 FX30他的4K60幀 可以算是在現在目前 索尼的錄影 里巨影 算是應該是最優秀的 因為他的60幀 比他的FX3 A7S3 畫面還要銳利 那如果說 你要跟他相近畫質 錄影等級 的這個機械 是A6700 那還有另外一個關鍵 FX30 他有風扇 A6700他有Bug 就是說他會過熱 也不算Bug 就是說他 不是針對長時間錄影 而製造出來的機械 所以他也是會過熱 FX30就不會過熱 我相信FX30會過熱的話 那真的是沒有什麼機器可以用 那就是以上這兩點 是我選擇他的一個需求 那其實我也 糾結過很久 我當然是應該買A6700 A7700 FX30 還是A7C2 因為A7C2還沒有實體 價格也沒有公佈 我現在錄影的這個時間點 A7C2是宣布要出了 沒錯 台灣索尼一直沒有把價格秀出來 我個人是預測 因為A7C2 因為A7C2他大概是 64.980 那A7C2 因為他沒有軍艦部 我合理認為 他一定要比A7C4便宜 如果他比他貴 那這樣沒有意義 你知道嗎 這樣去賣 有點奇怪 那 我猜應該是賣 62.980 到59.980 如果台灣索尼 你真的很想要搶市場 我認為他出59.980 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就是看索尼他的策略 我反而認為 Canon在全服的這個領域 6萬這個區塊 反而沒有一台機子卡在這邊 因為他一台R8 是全服的 大概在4萬5那個位置 然後一上來就要R6兔了 那就要大概7萬再多一點 我反而認為 在6萬這個區間帶 Canon應該可以再出一台 可能有些朋友 你會說是R7 因為他是APS-C的 如果Canon在UP接口 能在6萬再出一台 我相信在這個價格帶上 給我們這些消費者的選擇 會更多 而且會更豐富 那最後 A6700 還有 FX30 以及 A7C2 還有DV-E1 曾經有考驗過DV-E1 可是他 我有去試摸過那個機身 我覺得很塑膠 我不是很喜歡 雖然很輕 可是他那個機子 畢竟他是否拍自己的 我買機子的素酒是否拍 就是一般 往被射者這樣拍出去 所以我認為DV-E1那個機器 不是很適合我這個產品 雖然他錄影規格很優秀 4K60幀沒有裁切 還有4K120幀 畫出1200萬 對我來說不會覺得足夠 但我最後還是沒有選他 那A6700像我講的 他會過熱 所以我對他沒有信心 坦白這樣講 還有另外一例 A6700我認為在台灣賣 41900我覺得有點貴 我認為那機器 大概賣到390 980左右 大概就是一個上限 可是台灣鎖尼 不知道什麼 就會再多2000塊 我認為這是一個 我不選的他的一個點 也比我 比我看到那個機器的價值 大概就是不到4萬 但是他貴了2000 那還有另外一個考量就是 FX30這陣子他在做一個活動 他直接現金折3000 那折3000之外 再送一顆原電池 那一顆原電池也要2000塊 那這樣等於就是直接原家折5000了 所以一來一回 FX30跟A6700 我認為只要加一點點錢 就可以賣一個風扇 以及FX30這個電影機的這個機殼 我認為這樣比較划算 我反而認為買A6700 是一個不太好的選擇 那是對我而言 不一定是說 對每一位網友 這都是一個很 就是切到你的需求 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那個關鍵點 因為對我來說 我這樣去評估 A7700 我雖然也是買先掌 所以我還是把它PASS掉 那DPE 我就講了 我不是很喜歡哪個台 我也把它PASS掉 所以說最後關鍵就是FX30跟A7C2 所以A7C2 我真的不選它 就真的就是因為 那一個4K60幀 它給我裁切 今天如果它出4K60幀 它不裁切 我可以接受 它會過熱 我也可以稍微接受 畢竟它是全服的 又小材又輕 所以說它的優點 可以讓我接受 它會過熱這個缺點 但您對你們知道 A7C2的規格已經出來了 先撇除 它這個 它到底要賣多少這件事 但我 4K60幀 剛剛才切 我這個砍 這個是基本需求 過不去就是過不去 所以我就直接PASS掉了 所以綜合以上這麼多機子 我最後選擇就是FX30 那 因為才剛買 這陣子外面都在下雨 我也還沒有拍攝 如果上手的一個月 我再來拍看看 有沒有機會 出一個 對FX30的優圈點的一個影片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也是我列出了7萬塊以下 對Canon Sony兩大系統 錄影導向的這個機子 我的選擇 看法以及意見 提供給大家 再見